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談及到中澳關係的時候 就說澳方是自己得了病 但是就要其他人吃藥 他說這樣根本是解決不了問題 另外 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經業又暗示 縱使在疫情過後 仍然會受到影響 第二單消息 中國外交部的另一位發言人趙立堅 近日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 轉發了一張改圖 這張改圖是一幅浮世繪 目的就是為了諷刺 日本向大海排出核廢水 這張改圖 就引來日本外交大臣 茂木敏充的強烈抗議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戰狼汪文斌出征的情況 是怎樣 他在記者會上 就說到 澳方將中國 描繪成威權國家 但是自己 就以莫須有的理由 率先禁止中國企業 參與澳洲5G網絡建設 多次打著國家安全的房子 否決中國企業 赴澳投資 其實 無論禁止華為 參見5G網絡也好 或者是防範來自中資企業的合併收購也好 其實都不是澳洲的 專利 歐洲都已經在做這些 歐洲都有做的 就是擔心由於在疫情下 某些關鍵企業的價值 受到打擊 所以歐盟制定了新的規例 要預防外資帶來的潛在安全問題 中國是頭號的防範對象 所以 現在澳洲只不過是被挑起了出來 遭到針對 歐洲都有在做這些事 汪文斌還繼續說 他說澳方聲稱中方破壞規則 但是自己卻罕然撕毀中澳間的合作協議 肆意破壞兩國正常的交流合作 澳方自己得了病 卻要讓別人吃藥 這個根本是解決不了問題 希望澳方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中國發展 多做有利於增進兩國互信 促進務實合作的事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實情就是 澳洲取消了 維省和中國所簽署的一帶一路協議 以及近期 澳方又開始審視 達爾文港的租約 因為租了給一家中資企業 99年 其實當初維省去簽署一帶一路協議 不是那麼恰當 因為他作為一個州政府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外交權限去簽這些條約 都成問題 故此現在被聯邦政府取締了 但是大陸就相當不高興 而在昨天 中國駐澳洲大使城經業 又有發表 他就向中國工商業委員會進行了視像講話 他警告 澳洲都不用指望 當國際邊界重新開放以後 高利潤的中國遊客市場會復甦 成經業就提到 對於中國人社區的種族歧視增加 或者會被中國旅客的回歸構成障礙 他所擔心的就是 中國旅客是否會像以前那麼受歡迎 是否有一個 友好和有利的環境 有利於這班中國遊客的返回呢 他正在暗示 似乎 在重新開放邊界以後 那些中國旅客也未必會再回頭 根據數據顯示 在2019年 中國前往澳洲的旅客人數 創了紀錄 達到144萬人次 這一年的消費大概是124億澳元 佔了澳洲的 外國遊客總支出27% 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份額 但是始終澳洲 本身就不是依靠旅遊業拉動經濟 旅遊業是有對澳洲的經濟構成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並非主要的貢獻 此外 其實旅遊業都已經停頓了差不多年半的時間 而且伏業可以說是遙遙無期的 就算現在澳洲和紐西蘭之間搞了旅遊氣泡 都只不過是糖水滾糖魚 至於什麼時候才會開放邊界給其他國家的旅客 現在還沒有時間表 更不要說來自中國的旅客 別人都會擔心 究竟為中國的旅客會不會有潛在的問題 別人一定會有一個全盤的審視才會開邊界 但是現在成經業就已經急不及待地去警告澳洲 這些無非就是靠客 澳洲經歷了一整年的貿易制裁以後 他們就成功為自己的產品 找到新興市場 找到替代買家 既然在工業和製造業都能夠找到一條新出路的時候 更加何況是旅遊業 你不去就有很多人去 更何況是 中國的旅客 人數就一定是很多 但是究竟人均消費是怎樣 如果每個中國旅客都是大花童 專門去買高檔的奢侈品 當然 你多一點來就更好 問題就是 似乎拉雲的人均消費就不是這樣 有很多根本上就是低端旅客 他買了一張機票走到澳洲的時候 他還買什麼呢? 買奶粉 還是買什麼其他產品呢? 你看看來香港的旅客就知道了 當然香港比較近 更加壞 因為交通費是比較便宜 所以更加容易吸引到一班低端旅客 所以其實 香港就算在疫情過後 你也要尋找一個新出路 不要說澳洲 不是說要對中國有什麼排拒的問題 而是有些低端旅客來到香港 事實上就是會造成一定的矛盾 這不是我說的 是葉劉淑儀也曾經這麼說的 他就說 過量的自由行 是構成了中港矛盾的禍根 這是他在去年曾經說過的 我也認同他這個說法的 事實上有些低端旅客 他就是沒有文化 就是喜歡在公眾地方拉大喉嚨喊 大叫 怕死站在旁邊的 那個聽不到他說話的 而且 又沒有規沒有矩 又不排隊 拖著行李箱又撞人的腳 坐火車就更壞 明明一排椅子 四個人坐得好地地 他夠膽死無厘頭 都說沒問題 總之面對著很多麻煩事 最麻煩的一件事就是 整體社會的成本來分擔 但是經濟利益就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包括街鋪的業主 包括連鎖店的老闆 就是那幫人能夠享受到經濟成果 所謂搞旺的旅遊業 你搞旺了什麼呢 你說旅遊業復甦之後 那些所謂的導遊 售課員 餐廳適應 會加工資嗎 我不見得會 是不是 所以你說現在說 下一個受影響的行業 就是澳洲的旅遊業 可能別人不當是什麼的一回事 澳洲始終就不同香港 就不會說很多大型的連鎖店或者商場 專門服侍那些大陸的旅客 人家起碼就不會搞這棵東西 所以 你不去就不去 他大可以發展其他國家的旅客 他可以發展一些文化的旅客 家庭的旅客 或者是一些探險的旅客 總之呢 搞旅遊業就很多上頭 很多橋段的 不一定說要招待 來自單一國家的旅客 他反正在 貿易上也做得到分散市場 可能旅遊業人家都可以 在香港才如此不思進取 招待大陸旅客我從來都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你應該集中招待那些高消費的旅客 低端的那些人走來 連賓館也不住的 走去郊區那裡 隨便搭帳篷就說 在那裡住一晚的 然後那些垃圾就周圍丟 那些就不要招待他了 那些花了多少錢來香港 買些什麼呢 那些是什麼旅客 有些是零團費的 你招待他做什麼呢 對不對 對於香港有什麼經濟貢獻 應該學葉劉華說 不要過度開放 這個東西 要適度開放 最好只是開放高消費的 好了 講一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 另一隻的戰狼 就是趙立堅 他在Twitter上貼了一張浮世繪的改圖 那張改圖的源圖 有個名堂 就叫做神內村 沖浪女 他就改了一個名字 神內村的村 就加了一個 氣字簿上去 就變成是化學 那種放蛇物質村 諷刺日本 釋放核廢水當中 含有這隻放蛇元素 其實他那張圖 都改得挺過癮的 不過不是他改的 他只不過是轉發的 原本有些人穿著梭衣 在艇仔 他就改成為 穿了一些保護衣 和戴面罩的人員 變成是搭一艇仔 把綠色的液體倒進大海當中 而裝著綠色液體的罐 就有放射性的標誌 這個富士山 背景的富士山 改成為核電廠 他這張圖片 就是為了諷刺日本 對著大海釋放核廢水 當然很多日本人看完之後就覺得 很有問題 你作為一個外交部的發言人 為什麼會貼這些圖片出來呢 這樣去諷刺和調刊別人呢 最後就惹來了很多人的大麻 而且那張 浮世繪就是日本的一個文化 象徵 讓你這樣改發就當然不行了 等同別人如果改 清明相學圖 到底大陸的微博網民會有什麼感想呢 肯定心裏就覺得不舒服的嘛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 過得到人 過得到自己 才行 好了 這個日本外務大臣 陳茂木敏聰 就著這件事 就向中國提出了嚴正抗議 他就批評 這種欠缺考慮的貼文 是不應該出現的 要求刪除 趙立堅在昨天反駁 說是日方錯誤在先 並且 還衰得 將這一幅改圖 在Twitter上置頂 就是說你叫他刪除 叫他道歉 他偏偏不理睬你 他還反過來說你有問題 還將他放在Twitter 當眼的位置 所以這張圖就引來了 一整萬條的留言 很多人就在這裡刪罵 實際這個 所謂戰狼外交思維 究竟有什麼得著呢 我也不明白 除了引起了網絡口水戰之外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